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大论坛 今天政坛的焦点 两个事情 政论节目主持人郑鸿宜 昨天帮苏嘉全站台的时候 报了粗口 今天一整天 包括他的哽咽 包括他的道歉 一直到刚刚本土社团出面力挺 民进党要如何收拾善后危机处理 能不能够止血 另外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二次经改的审判 周湛村判陈水扁等21名被告完全无罪 他审判的理由让大家不能够接受 还会有后续效应吗 先介绍今天节目的来宾 第一位是李建南李老大你好 大家好 方兰生方教授你好 大家好 郑立文你好 张康康 张老大你好 大家好 李永平 永平你好 秀林好 大家好 神父兄 神大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 昨天晚上这场造势大会 郑鸿宜爆粗口痛骂马英九总统 是用非常不堪入耳的 三字经 张鸿一帮苏家全站台 讲到马总统的陆生政策 怒标三字经 台湾现在有八十万台学生研究生都在办助学贷款 就表示普遍 台湾没有好过 但是 中国的研究心来 他要把他保住一个月三万块 郑鸿宜情绪很激动 咪嘴多不 还不能平复 整整三十秒的时间 一开口又来了这么一句 台湾啦 台湾刚刚主权的问题 现在 马总统 一股那股子 我说马总统啊 大家都说他有很庸牌 我 那时候我说 要不知呢 是驴 是马 牵出来溜溜看就知道 支持者鼓掌叫好 却忘了台下角落有男童 还有妈妈把女童抱起来 摇起呐喊 公然标出三字经 全群进小朋友的耳朵里 那不是我的场合 那是319行动联盟的场合 但却是十足的挺苏晚会 不仅海报写着压轴贵宾是苏家全 也插满了苏家全的竞选旗帜 前来当红的政论明星站台 却惹出爆粗口风波 专讯中部综合报道 郑弘宜帮苏家全造势 结果造势到连苏家全都要赶快切割 说这个不是他的场子 而在想了一个晚上之后呢 今天中午 郑弘宜在三立电视台开了记者会 其中三度的鞠躬 四度的道歉 讲到机动处还数度哽咽 深深的一鞠躬道歉 三度鞠躬四度道歉 站台报出口的郑弘宜 道歉前先为自己辩解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去加油 我看到那个年轻人 他还在读大学 他晚上十二点必须要去加油打工 他才能读书 为什么我们的经费不拿来 先帮助我们的小孩 我其实心里面很难过了 鸣着嘴 句句哽咽 前一晚大声骂人 这回郑弘宜温柔的骂 先替台湾学生教区 又为农民抱不平 农粮署照理说是应该来帮助这些农民才对 补助他们的道理 想不到他拿三十五亿 来补助花朵 营造自己和弱势族群一条新的姿态 郑弘宜企图摆脱 标彰化标签 昨天的发言不是针对马总统个人 也不是针对 马总统的妈妈 我想每个人都有妈妈 我有妈妈 马总统有妈妈 那妈妈都很伟大 所以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那如果外面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那是绝对是个误解 前一天台上痛快骂了二十分钟 隔一晚十分钟的道歉记者会 其中至少八分钟为自己辩解 两天态度大逆转 其中滋味当事人最清楚 这边是李玉峰 黄一芬 采访报报道 今天中午郑弘宜的哽咽道歉 已经帮民进党止血了吗 这件事情呢就到此为止吗 刚刚我们看到本土社团 已经开始在声援郑弘宜了 觉得郑弘宜没讲错 爆粗口也是应该的 今天呢其实苹果日报用非常大的篇幅 头版头条报道这个事情 郑弘宜骂马英九用的是三字经 跟这个归儿子 有一些尺度电视上面 没有办法呈现 包括他的这个三字经的部分 但是呢这个在对于 整个造势现场上面的民众 甚至在网路上看到相关影音的人来看 其实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 一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怎么会在造势会场上面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来谈他爆粗口的这一件事情 今天的表现 今天的道歉够诚恳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第二件事情 他爆粗口以外 他所呈现的内容 包括补助路生 每个月三万块的事情 包括有八十万助学贷款的学生 的这些事情等等 他的指控到底是正确的资讯 还是说谎的误导 我们先请教一下李小大 今天郑宏怡的这样子的一个助选的方式 对民营长来讲是不是一个严重 非常严重的危机事件 我觉得首先要对南部那两个地方 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会讲人 那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尤其是在那种场合 群众场合那种气氛 脱口而出这个三字经 脱口而出三字经 几乎也是满正常的 我自己在南部讲这些也是 三字五字都会骂的 因为那个场合 你会被那个现场气氛感染 但是问题就是看你讲什么 这个我想他要负责是他的内容 他那个内容根本就没有查证 我觉得这个一个政论 不应该这样 另外他后来一个道歉 道歉的态度 你觉得这个道歉够诚恳的吗 我觉得他这个道歉 自己有一种被迫 碍于情势他必须来道歉 因为他这个情形会影响到台中 也会影响到这个新北市跟北市 会影响 因为这个对中间选民会比较影响 对南部那两个是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会让人感觉到 我觉得说 苏家权那个划清这个界线 我觉得划清这个界线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想就是 就给人家看着就是说 对这个苏家权 我想以一般来讲的话 以我们南部他屏东人嘛 我高雄人嘛 以我们那边来讲的话 你这样子很不够道义的 那个方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一个媒体人 在一个造势会场上面 用这样的方式来助选 我看一个公众人物在台上的公众演说 公众表达 当然主要是三点 一个福字以德 一支睡字以礼 冬字以情 那我看他这个造势晚会讲这个叉叉两三个字 包括归儿子 还有一点大家没有提到 这边没有提到就是 把人家人物是所谓的那个丑化或动物化 动物极化 比如说他说 不管是驴 不管是驴 驴还是马 牵出来啊 看他就六看知道了 这个文化其实在我们社会大众 尤其选举政治人物 经常脱口而出 民国87年5月马云九出来选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市长 陈水扁市长的人家记者问他说 听说国民党要派一个 姓马姓的候选人 和你姓这个选举 他就说 不管他 不管姓 姓猫 姓马 姓猫 姓狗 通通一样了 我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这个已经造成了 对人家的一种羞辱 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 民党都没进过 那我看他这个上面 第一扶子以德 他这个三字经德就不用讲了 动自利 税自以理 这个理他讲了两个 包括年轻人学生打工 我们这边不如 他对待不如这个 那个什么大陆生 包括农民 好像一副优国优民 这说服性也不强 但他最重要是动自以情 所谓动自以情是掉眼泪 那这掉眼泪不管他声泪俱下也好 我觉得是他又做了不好的示范 因为他10分钟的道歉记者会有8分钟是在帮自己辩解 对又做了一个不良的示范 这是我觉得我们通常说讲免理针嘛 看起来像棉 其实是一根针 但是免理钢钉又打了马两棒子 一个是农民的事情 一个是年轻人的事情 但是郑宏怡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 这也是一个重点 除了他的粗口之外 他的粗口这个大家可以讨论 是他个人的品格修为 那他讲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来看其中的一点 这一点叫做为什么要给大陆来台的学生 每个月3万块的补助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其实在今年的六七月的时候 大话新闻就已经不断的讨论这个事情了 为什么要每个月给大陆学生3万块 当时的陆委会就已经发了一个新闻稿 而且直接传真到大话新闻 在大话新闻上面也念了这个澄清稿 说他们当时的讨论内容有一些错误 这个是在2010年的7月4号 这一篇新闻稿就已经传真给大话新闻 所以大话新闻知道说 这个每个月3万块的补助 不是所有的陆生来台 统统都有 是中华发展基金会补助 大陆地区研究生来台的研究费用 而且这个补助只有两个月而已 一个月3万块 两个月最多是6万块 大话新闻在7月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郑鸿怡在昨天站台的时候 是突然忘记了吗 忘记说他在7月的时候已经得到这个讯息 然后他原本的这个讲话说法是一模一样的 陆生来台每个月要给他3万块 结果台湾学生有80万都在助学贷款 所谓的台湾学生有80万都在助学贷款 这个讯息也是错的 到目前为止教育部就学贷款的人数统计 98学年度一整年也不过就40万8千人 全部加起来就40万8千人来申请就学贷款 而不是80万人 那97学年度也是40万人 但是绝对不能把40加上40万8千等于80 因为他每一个年度都是重新申请的 所以这40万8千人里头的40万人是97年度留下来的 97到98年度只增加了8千人 而在陈瑞扁执政时期的96年度只有37万人 为什么呢?为什么96到97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3万人的落差 这是因为陈瑞扁执政时期就学贷款的利率是3.7% 马英90挣之后呢 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就学贷款的利率突然降为1.67% 所以呢就学贷款的人数突然从37万增加到40万人 但是呢到今年为止是40万8千人 所以他增加的幅度是越来越小的 也不可能是郑宏宜所说的80万人 这是第二个澄清的这个相关资讯 当然第二个资讯不知道郑宏宜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他可能一直都还以为是第一年40 第二年40万8千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80万8千人 他可能是这样看 立文 我觉得这个我们来看郑宏宜 他昨天在这个造势场上面的谈话 第一个他讲这个三字经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口头禅 有些人讲话就是 句子的开始也是三字经 句子中间也是三字经 结束也是三字经 他不是 就是说而且他在讲的时候 他不是不小心讲出来的 他是停顿了一下 他骂了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助学贷款的事情 还有给这个中国学生讲学经的事情之后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他表示他气愤难耐 然后义愤填膺底下 讲不出任何的形容词来咒骂这个政府 所以他大骂三字经 那下面的群众的反应是什么 群众反应不是虚他 不是皱眉头 群众反应不仅是鼓掌 而且是站起来鼓掌 而且比这样子 所以呢他又得到了更多的鼓舞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讲这三字经的时候 他不是不小心脱口而出 他是故意制造一个情绪 然后他是一个他演讲的高潮跟爆点 他知道说他讲了之后 大家就欢声雷动 我看这个记者报导是说 掌声30秒不能停息 然后呢他大家一直鼓掌鼓掌之后 他就继续骂马英九 他说他之前讲这三字经的时候 不是针对马英九的妈妈 是废话嘛 那他说马英九是归叉叉 这个不是很直接的 就是指名道姓的骂 那我要讲的是说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 民进党这一次的选举 走跟过去不一样的路线 那他知道说他这个话出来之后 立刻会对民进党的选情造成重大的冲击 而不是对他的支持者造成重大的冲击 他的支持者是欢声雷动的 是鼓舞他的 他的观众是觉得说 哇你是了不起好勇敢哦 可以在大庭广中之下大骂三字经 真是英雄啊 所以他不需要道歉的 他道歉的原因是因为 他会影响到其他的选票 所以他今天出来道歉 可是我坦白讲 以郑宏仪先生长期在大话新闻里头 用不实的事实 就如同刚才主持人所指出的 用不同的事实 污蔑其他的政党政治人物 然后再加上长期的制造 社会对立撕裂族群 那个罪过远远比他昨天骂出口 那三个字要严重一百倍一万倍 他骂那三个字又怎么样 但是他今天出来道歉 他只对他不当的使用了三字经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你知道都被录出来了 然后都看到了 他就是怎么逃也逃不过了嘛 他只好对那三个字道歉 但是他不对他 为什么骂这三个字的理由 做任何的道歉 他甚至于声泪俱下说 台湾人学生小孩子这么可怜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骂这三个字是真情流露 可是呢 因为这个社会不容许 我们大家骂三个字 所以我认了 我道歉 我为了选票我道歉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他还要再把他那个理由 那个错误的事实 错误的指控 制造杜威力 制造省级的族群 再一次用哽咽的声音讲一次 换来本土社团 对他的鲜花跟对他的支持 那这才是这个事情真正的本质 赵老大哪一个严重 他的出口对小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 还有他对于这个事实上面的扭曲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他应该都知道他所讲的是不实的 因为人家已经给他澄清过了 可是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子讲 我就去教你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两方面 一个是态度 一个是内容 那公众人物 特别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 在群众里面演讲 要非常小心 千万不要过头 像前一阵子那个图醒哲也是 就是你到了群众里面去 你这种是交互激荡 这个一定要特别小心 不能为了赢得群众掌声 或是要煽动群众 有的时候就口不择言 因为现在媒体很发达 你绝对不是只限于现场 那个传播一下给你传播出去了 那现在我觉得蓝绿 其实现在都在争什么 都在争中间选民 这次真正决定 特别在北山都 南二都我看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对台中跟北二都来讲 中间选民的态度 所以民进党本来不是需要什么 他的广告就要争取3%3% 什么叫3%呢 3%就决定胜负了嘛 你多3%我少3% 你少3%我多3% 就加起来就6个百分点 那是决定胜负 这是选举 不会胜负不会差很远 那所以呢 我觉得郑鸿瑜今天之所以流泪道歉 主要原因 因为这样的做法会把中间选民 把他 你说下跑也好 气跑也好 中间选民 因为他本来就没那么强烈 当然很多人说 现在没有中间选民 我认为还是有 特别年轻的 很多年轻的选民 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 那另外就是内容 内容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个陆生 陆生好像只补助2个月 一共多少呢 我刚刚看一共就是几十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陆委会提供的资料 就是说现在就是99年 以99年今年来看的是48个人 48个两个月 每个人3万 3万 6万 所以总共加起来是144万 对啊 144万 我们这样 因为这个看怎么讲 以前有人骂嘛 说动物园养只猴子多少钱 我们给那个什么贫户多少钱 不能这样比 因为动物园有几只猴子嘛 这还总量也很重要 你听起来是很煽动对不对 总量 美国很多黑人到现在 或是这个中南美 或是少数医 甚至白人吃不上饭 流落街头很多 但是美国还是要原外 美国有没有因此 就是对外面不援助了 他还是要援助的嘛 所以这是两回事 那我们常常把它混在一起 你知道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台湾其实不是只有大陆学生 台湾很多中南美啊 非洲来的学生 国际学生其实不少啊 很多学生也是 你看那些大学台大政大 都给他们住外籍学生宿舍 比本地学生宿舍好很多耶 为什么 那可能也要一起拿出来骂一骂 也很多学生在骂的 基本上 这个是友邦 一个是敌国 那不管吧 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你就算是敌国 你也希望能够吸引他嘛 哎 美国以前给台湾学生奖学金 像省委员到美国奖学金 我到美国奖学金 而且给的很高啊 学费全美一个月 还给我好几百块 我们全 我就吃香喝啦 而且暖暑假旅游的时候 旅游完了 还每个月还剩钱 我们还剩一两百块每件 还可以存起来 那后来呢 老美就给老共学生奖学金了 就不太给台湾学生奖学金了 老美呢不知道吗 为什么要给呢 哎 这种东西就是增加了解嘛 你不要看那么短视嘛 像以前我们很多乔生 我们也给他很多的优惠 那些乔生回到这个 我就是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碰到看到我们非常亲切啊 哇 觉得好像碰到 这个他乡遇故这样 做生意的时候 给你很多的方便 像这些我觉得我们太短视 台湾就这些人 心胸太狭窄 有时候你放宽一点 看远一点 更何况那个资料是有问题的 就跟花博一样嘛 到现在为止 我看苏貞那还在引用说 138亿 138 他原来讲140 现在说138 定调是140 好吧 138 我查了半天 其实就是95亿嘛 然后扣掉立法院 616的分三年的维护费 这次花了就88亿 你明明这个数字是可以查证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讲140 是140我不懂 而且主办单位跟你纠正了 也跟你讲过了 你就一口要咬定 那干脆讲500亿算了嘛 都一口咬定500亿啊 我觉得这种 这种已经不是辩论的问题了 也不是什么 公说公务理婆说公务理 就是个事实的数字嘛 数字摆在这个地方嘛 这个都能够改变吗 这个就跟ECFA签的时候 他们一直说农产品要来 一直说劳工要来 最后是没有来 但是在来之前 都没有签完之前 都一直说要来 不过我再补充一下 那个赵先生刚才所说的 这个大陆研究生的预算的事情哦 原本其实这个预算不是马英九政府编的哦 其实从李登辉先生执政的时候就开始编了 经过了陈水扁 经过了民进党执政 还是继续有 而且呢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呢 每个研究生是每个人四万两千块 马英九政府把它改成三万块 那所以呢 而且人数来看哦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的人数 比现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呢 给陆生的人数更多 所以在蔡英文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给的这个大陆研究生的预算 比现在的马英九政府给的多很多 这件事情蔡英文总该很清楚吧 对我接着主持人的这个说明啊 我继续的再补充一下 就是当年民进党 在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 历经了蔡英文主委 跟吴钊燮主委 在吴钊燮主委的任内的时候呢 他这个预算在立法院 今天洪秀柱委员提醒我 还联手的被我们删除了一部分 结果吴钊燮主委呢 为了要捍卫这个预算呢 他把我们删除的不足的部分 他还对外去募款 还把它补足 因为这个政策 他背后的观点是什么呢 至少当时蔡英文啊 吴钊燮啊 跑来立法院说明 他们的概念 其实他是一个统战的策略 他补助的是 大陆来台研究生呢 对台湾研究的内容 他给他补助 所以从民进党的角度呢 他当然认同这个政策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多给你钱 你就会写台湾的好话 你写了台湾的好话呢 你可能对大陆 很多的发展呢 就有所影响 那老实说 这个观点呢 其实不分蓝绿 也应该都支持 那我觉得今天民进党最可疑的是 这件事情是蔡英文在任内极度捍卫的 甚至我们都认为说 可能连李登辉的时候 因为李登辉的时候 当时大陆政策的幕后策划人 也就是蔡英文 根本就是蔡英文 他们主张的事情 结果十年来 蔡英文同意的事情 没有错 结果今天国民党 结果今天国民党文传会主委 苏俊斌 要求蔡英文说 你对郑宏英的这个事情 表示一点意见啊 结果蔡英文本人不敢讲 他做了什么事 他请了他的发言人 郑文灿出来 结果我以为郑文灿 就好歹 应该要说一说 我们现在说的话了吧 结果郑文灿呢 完全说郑宏英那一套 说什么 为什么要补助陆生啦 应该要照顾我们的人啦 等等 那我觉得今天民进党 他的说谎的问题 已经不只是 这个郑宏英本身 对事实了解的问题 是最清楚事实 制定这个政策 捍卫这个政策 而且还增加的经费 还一再的在立法院 觉得这个经费 绝对不可以删的蔡英文 他竟然也指使 他的发言人公然说谎 那么我对于今天 郑宏怡流眼泪那一幕啊 今天那个记者会演出啊 其实我只有六个字的评论 叫做真会演 好会骗 好会骗第一个 你不让用吗 你不让用吗 他明知道 他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结果他今天继续在骗人 那他的眼泪 为什么今天不是只有我讲 我看包括很多网友都说 他正在演戏 因为非常的简单 他今天没有一点真诚的道歉 他昨天骂人骂得那么凶 今天竟然可以讲说 他不是针对马英九跟他的妈妈 这是一个外界的误解 我不晓得一个讲话这么低俗 作风这么恶劣的人 然后还要大家怎样的误解 我最后再讲一点 大话新闻这四个字呢 在广东话来讲呢 是讲谎话 是讲谎话的意思 谎话新闻 所以当时有一些这个 香港的朋友 在台湾 在台湾看到这个电视的时候 很刺激的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有一个电视台 会专门说他自己是一个 讲谎话的新闻 我就说你讲的一点没有错 因为他里面呢 所有的事实 百分之很高的比例 都是说谎的 不查证的 扣帽子的 抹黑的 连政府任何的单位 被他责骂的任何人 去跟他澄清 他也不当一回事 继续的传播 错误的资讯跟谣言 这就是今天的郑宏怡 跟大话新闻 不过有人说 郑宏怡昨天的这个表现 可以说是庄国荣的接班人 就是庄国荣呢 当时邦民进党助选的时候 很喜欢用这类的语言 今天郑宏怡也用了 郑宏怡如果是 庄国荣的接班人的话 他杀伤力比庄国荣强吗 当然 我觉得庄国荣跟他 还是不太一样 庄国荣比较低音 比较高的 这个比较厉害 他没有出来哽咽道歉 那我想多年来 郑宏怡在我们来宾里头 大概骂我最多 但是我今天不需要给我 多余的时间批判最多 因为我这几年来已经羞扬到 没有 那我们要进广告了吗 但是你刚才提到 郑宏怡为什么陆委会给他的 三万块钱那个 澄清稿 他为什么没有记起来 故意忘记 不是 你就误会了 他记得非常清楚 平安一讲他昨天的演讲 其实还讲得不错 我觉得他的tempo 他的节奏 一扬顿挫 其实不思维一场好的演讲 如果内容不讲 如果那个烂话不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举了好多例子 拿的钱都没有超过三万块 比如说首位 比如说摊贩 比如说开车 都两万多 两万多 他举了好多两万多 所以是有扑成的 对 然后再来一个三万 你看多厉害 你看讲得多生动啊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 吴乃人讲过一言上方 他昨天说是一言上方乘两次 上方乘两次 对 因为叉叉两 还有贵尔子嘛 两次啊 平方平方 平方平方 所以 上党吧 所以都会少了两多 所以知识体大 他今天不得不道歉 我跟你讲 由他亲口道歉 是很不容易的 这何许人也 他给他回一个事 而且还边哭边道歉 这真的很难 所以他不得不为了 民进党的选择 为了不让民进党被他拖累 他一定要道歉 而且时间要非常的快 但是同时呢 他很浪费 所以他要再相激的办法 再加上一刀 再加上一刀 所以他为什么讲那么长的后半段 就讲这些内容 其实是不实的 但是他前半段 我觉得最可笑 他就说 我不是骂你马英九本人 我不是你说 他说 马英九这个狗子 这个不是骂他本人 马英九这个狗子 所以他这样怎么算道歉 你怎么认为他有道歉呢 他就说马英九 马妈妈的那一段 他说第一个没有马本人 第二个可能有 那就是叉叉娘或叉叉妈那一部分 他说是针对公共政策 这个我要法 不好意思 这个部分我太厉害了 你好好去思考 这个语言逻辑的话 不会 我跟你讲台湾人 不会针对一个政策 去讲叉叉娘 绝对不会 我估计的人 因为每个政策都没有娘 比如说 不是 民进党的议员 比如说空心菜 五十块你给他买八百块 五十块你给他八百块 要太多叉叉娘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你给他买八百块 这个有主持的 你知道吗 有主持的 没有背后 没有主持 没有人 这个人的政策 这个叉叉娘 讲不出口 因为没有对象 对不对 叉叉娘主要是 某某人的娘 对人不对事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是对人不对事 所以他今天讲说 我只是在批评政策 非常的牵强 完全站不住 出话本来就是骂人的 他是骂人的 不会骂事的 他不是骂事的嘛 他不是评论